还有一个走路的这里啊就是国家森林公园 刚才小廖说这里还有斑马 还有什么大象狮子都有可能遇见 希望我们今天能看到个斑马就行了 狮子我实在是不想让他见到他 在这里呢下车也不能乱下车呀 那刚才那个部落的那个人直接走路啊 那真牛逼啊胆子大 先生啊你看这个区域 希望遇见点斑马 因为我们现在要改路了要走这边 他们好像应该是要去那边 这是两口子吧应该是 他老婆就是有那个唇盘哎呀看的真的是揪心 还好我们这个小黑懂他们的语言 现在怎么弄啊 他们下车了要是吧 对啊我们该讲上别罪过他们 跟着我们回营地了是吧 质量部是吧 嗯对两口子应该是 死伏及量部 走哎呀我们现在我的天呐啊 这个路 哦就是他们是这个木耳西族的人 然后还不去别的部落的印记 我哪里是玻璃柱 我们那边是哪个什么组 他们是不割纯盘的 纯盘组反正就是这个墨尔西组嘛 主要是女性是代表 对对对 男的都长一个样 对 都可以不溜出的 然后就是身上在弄点那个 就是立体纹身 那是割出来的还是咋出来的 割的割的 我查的资料就说是 拿刀子把肉 挖开以后,不是肉掀起来了吗,掀起以后他们说 他们有一种的草药配比,配上以后撒到里头 然后肉长好以后就立体了 他们也算是勇敢的象征 这有啥勇敢的,真的 我的天雷,这个咋挂 搞的全部啊 这个要现在陷进去,我们就有的玩了 你想怎么搞 挂四区 这个要陷进去 我们就有的闹了 然后万一带来个狮子什么的 小楠加油 啊 关照顾 哎呀过来了啊,天哪 好深啊 对啊好深 好了好了,就这一段 要是冒出来两个狮子 拍一下是不是 跟狮子合个影 给他给200块钱 哈哈哈哈 叔叔说 不好,我要1000 安息安息安息 我操我们的妈的遇见原始人 吃枪抢劫了 快快快 快给1000 别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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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直接把我们钱全抢光 我的天哪 直接对这个AK47 你叫警方 吓死了吓死了 全部抢光了 你的钱 他放在那里拉不了我的包 他的包多少钱 钱几两千块钱 他的包被抢了 没有 我包一万多 我这包里差不多一万块钱 全部抢了 全部抢了 别踢了 走走走走 那时候哪敢录啊 他直接拿上枪怼着我们呢 卧槽 现在就是 刚统计一下损失 大概我损失8000 然后我们损失一个包 包里有些文件 还有ID卡 还有一些东西 然后包里还有2000 他们一下子抢了我们一万多块钱 我俩坐在前排的只能举起手来 让他冷静不要开枪 给他给钱就行了 他们过来 他们过来了一个 他们过来一个人 拿我们的钱 就过来收 说完了就是来 不是吧 我一直有点 他哥 还是不是 是是是 真的吗 确定啊 再去别的 万一我们再侮辱别的部落领地 再被抢一把子 还好呢 我把这一万多 的钱分了两个位置 他抢了一个位置 现在我又把另一包 没抢掉 对他抢我包没抢掉 我直接给他给了一把子钱 他一看到拿钱了 就不抢我包了 我现在把这些钱拿开了 如果说 再往前走还要有抢劫的 再给钱吧 我的天呐 现在有点事 快到了 我们的这个向导 现在在打电话 给警察 汇报一下 这个 森林公园里哪条路 有这个持枪抢劫的 已经把我们抢了 警察应该会过来找他们 在非洲旅行啊 就是这样子 小廖倒是临危不乱啊 这时候不要慌 他一般不会杀人 也不会开枪 就是要钱 你把钱给他就行了 他刚才抢我包呢 我说我给他给了一把的钱 经历了惊心动魄的 半小时真的 我们现在终于是 到了这儿把你的路了 吓得吓死了 手机都藏在这里头的 我跟你说 我们当时多能藏 刚才我们又看到前面有丛林有人吗 我们都把车停下 然后 把钱分配上 就是你抢了这儿 然后 这里又藏了一些钱 我还要把抢我的护照 钱包 都藏在这儿的 我的天哪 这是这辈子第1次被人拿上AK47 怼上抢 感觉真的是 有点热 现在啊 我们是终于走上了安全的道路 安全的区域 因为这边都是 百油马路嘛 刚才走的那个路真的好烂的 就是 我收完 我还拿着这儿的 这样抓着呢 突然一样一看到前面 冲冲的跳出来一个人 你是不是 你到这儿也吓到你跳 然后小廖立马就踩刹车 踩刹车以后我定睛一看 这你把手里拿了个AK对着我俩 还这样子左右晃 小廖立马就举起手来 就是像这个姿势 我这一看也赶快举起手来吧 然后他那个同胞就过来 过来以后就要钱 我们刚开始给他几百块钱 他不乐意的 就先少知道吧 然后就开始翻 他还想抢我这个包 就是我这个腰包 然后因为这个腰包卡得比较死 就卡在腰上的嘛 他一下子就没拿走 我这边赶快拉开拉链 拉开拉链赶快把钱全部都给他了 这里头装的几千块钱 就这样子他还不乐意 就是他的后面是抢了这个老高的包是不是 对 他把老高的一个黑色的一个包抢到了 他觉得那里头应该是装的比较 之前的东西我怎么有东西 他不过来讲 然后他就拿 我们其实也不想给他 但是人家手里有AK47 你知道吧 你啥都想给 啥都想要 你啥都得给 最后呢 他就拽着拽 把那个包逆走从那个小辆那边 那个蒙那个粪子里面拽出去了 然后拿走了 刚才我们不是统计量损失吗 就是我是约等于是八千块钱吧 再加上那个包里有两千 再加上还有些什么ID卡呀 还有些文件还乱七八糟一些东西 反正损失不算大 是吧 在这个非洲旅行啊 就是尽量的尽量的一定不要去那种就是偏远的地方 是吧 特别偏远的地方真的不要去 像我们今天就失误了 我觉得吧 应该是就是游客少了 他们这些部落的收入 就是旅游收入少了 因为游客来的话 天天都往这个路上跑 可能他们就不敢抢劫 因为他们也有收入 每天的话给点钱 给点钱这样子 而现在没什么游客的话 真的像我们这几个人在里头钻了一圈 真的好危险 大家也应该感受得到危险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到这结束了 这应该是我环球旅行 第二次被抢 第一次呢是摩托车 然后在卡扎布莱卡把我的手机抢了 那个是一瞬间就过去了 没有什么紧张感 这一次直接信就是 原始部落的人拿着AK47 对着我们抢 哇 天哪 很有意思 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不要慌 一定要淡定正定 就是他们只要钱嘛 就给钱就行了 所以说到非洲来旅行 一定要带足够的先机 真的 就是你满足他这个抢劫的这个要求 你要说是你一帮的人收不出来点钱 估计他们可能真的是会发火 知道吧 所以说还是要多带点钱到这样的地方来的 尤其是刚才我们第一次被抢完以后呢 我们立马又分配钱 就是再准备一落子几千块钱 如果说遇见了就是还有的劫匪是不是 有可能还有别人的当劫匪的 尤其是刚才啊 小六折硬停车来了去前面有人 我都可吓死了 我真还抢 然后呢我们过来试试看几个小孩 哎真的 小孩都会把我们吓到 这个视频彻底是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视频 起来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非常淡定 那AK4直接指上他 非洲是真的御师不要慌 御师不要慌 对吧 因为他子弹也要钱的 杀了我们也没什么用 我们终于是成功的到达这个小镇了 离那个被抢劫的地方 最近的地方了 有个小镇 很高的 办法的没事了 我们东西都乱藏了 刚才 现在呢我们到了警察局 一定要给警察报案 就是现在这边那个部落的区域 有人拿枪开始抢劫了 真的牛逼了 先去报案 因为钱都不重要 因为你要报案 然后让这个警察知道 里头现在开始持钱抢劫 游客的现象发生了 来吧 Police 这是警察的 车锁了吗 说一下吧 锁一下吧 锁一下吧 先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向导 再给这个警察说 哎呀太难了 警察还在枪对着我呢 转远一点别走火 现在是两点钟 这里的大警官来了 现在在沟通 就是 哎呀被抢的经过呀 他会说当地的话 这枪是怼着 枪子也怼着我俩 这是离得很近 大概 大概我坐在这儿 他就 枪就大概在这个 就这个门那儿 就这样子 他傻子 他都能打中我俩 真的 所以说 他的意思是开航车就跑是吧 对是吧 我的天呐 开玩笑呢 万一去撞他的话 他两下包 我们两个干了了 这个非洲就这样子 一定不能去这种就是偏远的地方 那个手 人是挂手 人是挂手 拿不怕了 哈哈哈 其实蛮有意思的 也算是一种经历吧 是不是 现在是两点零八分 这里的警察局局长来了 然后在那里头办公 给他们做笔录 我也看不懂听不懂 哎呀 我守着车吧 因为我的包还放在后乡的 这是福田的呀 蛮亲切的 这应该是福田汽车 哎呀 真的是啥都经历过呀 有点意思 经过我们的分析 应该就是 现在没有什么游客来 他们的这些部落的人收入 急剧降低 知道吧 所以说 有些人没有钱了 才会化身为劫匪 他们应该就是 拿着枪 其实就是在路边坐着有可能 或者是聊天 然后 听到远处有车的声音了 是不是 看到是那种就是 就是游客的车 像游客的车 而不是说是那种 工程车辆 因为工程车辆 其实也不走那边 我们刚开始 哎呀 其实也是想走个近路 就是到了那个 按理说 走到那个纯盘族那边 我们看完了 就应该远路返回 如果说回到金卡 然后再走 另一条好路的话 可能 更加的就是安全一点 但是呢 我们觉得要 是不是走个近路 然后那边 因为有可能看到那个就是 长颈鹿啊 斑马呀 还有狮子呀 大象之类的 心想的过去 没想到就 看到了比狮子还猛的 拿着AK47的劫匪 等着我们 现在 如果说笔路做完的话 我们应该就离开了 只是说告诉这个警察 就是那边现在 因为可能部落的收入变低了 有些人就开始要抢劫了 他们可能看到外国游客的话 就是屠材 如果说 听说是如果说遇见了就是 黑人的这种司机 或者怎么样子 如果说给的钱不够的话 有可能 就会痛下杀手怎么样 反正 老高 老高 刺激不 刺激 我来了四 来了四五年了 第一次遇到 持枪抢是吧 嗯 你还好在后排 你知道我 我坐在前排 副驾驶的时候 大概就几厘拜一个AK 对着你的什么感觉 知道吧 最搞笑是 他要 他从主驾驶 他先对着他 那又对着我 哈哈哈哈 最后我一看 他举起手来 我也赶快举起手吧 哈哈 别斗神了 哈哈哈哈 哎呀 笑死了 哎 笔录做完了吗 哦 哎呀 晒得要死 啊 就靠在这儿乘凉醒了 警察局门口 都不会有人抢我了 我整个事 这个地方是没事的 对呀 就在这个非洲 这种地方 一定不要去 这样偏僻的地方 你有车 人太多 没有用 你就算有枪 你也没用的 知道吧 你不敢开枪 杀人 而他们敢 你知道吧 这就是我们 与他们之间的差距 他们只要钱 还好呢 我们 有的四千 哎 小廖 他要是抢了你的包 就完了 我有一千多美金 你有一千多美金 还有一万多比尔 比尔 你不知道还有什么 比尔 他包里有一千多美金 还有一万多比尔 他有一个小包 结果呢 那个人 他以为 他以为抢大包 有钱 有东西 然后把他的这个 就是包抢了 现在就是小廖说 看一下能不能让警察跟那边部落的人沟通一下 如果说有人捡到了我们的包裹里的文件或者东西 看能不能送回来 然后因为捡匪是不要这些东西的嘛 就是我们也不要钱 只要这些东西 看一下 这警察局局长能不能跟那个原始部落的人沟通一下 知道了吧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是报案完毕 笔录也做完了 对 哎呀 辛苦小廖了 OK 拜 警察局局长要干嘛 小廖的话会说这边的方言 就是当地的土语 这样吧 希望这些警察能帮个忙 能把这些东西捡回来 他们肯定会扔到路边的 特别不会扔 扔那边 就是那林子里头是吧 对 不知道有没有部落的人解上 怎么了 这是干嘛的 很认识的 我的天哪 这是个司机 这也是个司机 他刚才 他也来报案的 他开的这个大车 就这个车 也是听到警察局门口也被抢了 我的天哪 看来那个劫匪真的是连续作案的 你看 你这样 我认识 我认识 这样的 举起手来 这样子 他也被抢了 哇 才这么大的车就被抢了 哎呀 现在倒霉道不止我们一家 他也来报案来了 到时候问一下 让他翻译一下就选了 他会懂当力的话吗 OK 拜拜 拜拜 他开这么好的车 他开这么大的车也被抢了 他那收集都抢走了 他那收集都被抢走了 对啊 我跟你说我们给他给的钱多知道吧 他一下子爆了 他一下子爆了 将近八九八千多块钱的现金的话 他高兴坏了 他就赶快跑知道吧 你看那个小黑哥身上肯定没那么多钱 直接把手机抢了 他把手机抢了是吧 手机抢散了 不是 他出来 他手机抢了吗 现在我们这个 我们手机没有人被抢了 他手机没人被抢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抢了 我们没有 你刚刚翻译一下 刚才是啥意思 他说的 他说他在我们后面 就我们刚才在坡上遇到的那个水 应该是装水泥的车子 或者是装什么 就我们在停车 第一个地方停车地方 就是这辆车 然后它跟在我们后面 因为我们比较快 它跟在我们后面 它也是从我们那条路走的 所以说我们抢完之后 我们被抢完之后 然后他们截止也被抢了 说明应该是同一个人转 肯定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团伙 我估计那些人抢这么多钱 我们估计都要离开这个部落了 先躲一阵子 肯定要报完的 我们现在前面不会有劫匪吧 那就行 我们现在被抢习惯了 他们被抢三个手机 我们还好手机没被抢 主要是我们给他信金多 所以到这个地方来旅行 信金多 不知道吧 抢就抢吧 不所谓的 不就是签吗 三百四百的签 照人平安都无所谓 人平安就行 别的东西都弄不完 人都不完 那都无所谓的 好了 这个视频到这结束了 这就是我们被抢以后 报案的经过 基本上估计也没戏 对 这肯定是没戏的 肯定是不会帮我们说是 想个办法找回来什么的 因为警察去那里头也危险 不敢去 不敢去 对 警察估计也不敢去 他去了以后 万一警察被干掉呢 除非集结大量当兵的 对 除非有军队过去 那军队也不会为了我们这三瓜两岛的出动的 好吧 所以说尽量呢 就不要去原始部落区域 你别跟他讲 别跟他讲 讲 对